在网络上打着全媒体记者意见领袖旗号的假记者格企伟就被湖南警方批捕了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警方查明 2010年以来 格企伟利用其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和在媒体圈的人脉关系 与少数媒体记者勾结 大量搜集党政机关 启示业单位和普通群众的所谓负面信息 长期假冒记者身份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 以在网上曝光进行负面炒作为要挟或以删帖为名 大肆进行敲诈勒索犯罪活动 金额动辄数万数十万元 警方还发现 格企伟还涉嫌伙同犯罪嫌疑人张环瑞等人组成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该犯罪团伙内部分工明确 先安排线人运用录音密拍等非法调查类手段 收集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负面信息 由格企伟负责写稿 在意要在网上发布或帮助删帖为要挟实施敲诈 目前警方已经查实该团伙实施敲诈勒索案件16起 据办案民警介绍 为增加其名气扩大影响力便于进一步领裁 格企伟多次在网上发布内容严重失实铁文 散布虚假信息 造谣获众无端声势 如蓄意制造传播 衡阳市石谷区政府请200余名黑社会强拆民居 长沙湘雅医院出动80余名保安对死者家属围殴 湖南衡东交警打人 遭千人围堵先翻警车 其中伊东校长报欧学生等谣言 故意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 诋毁了当地党委政府形象 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警方在抓获隔期委时 在其住所起货一批用于作案的密拍密录设备 假记者证等物品 并缴获敲诈勒索记碎的一批名贵香烟和收款票据27张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敲诈勒索 胆子太肥 行径太恶劣 再说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冒牌记者 这个格勤伟他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 而且是在正规的媒体实习工作过 所以他在网上编造的负面新闻看起来很专业 再加上通过一些个人关系 他就把这些虚假的新闻放到网上赚取点击率 这样他就在网上就出名了 也成了什么所谓的网络大V 一呼百应 你说对了 在成为了网上名人之后 他通过网友提供的一些企业的负面信息 开始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 那些企业也是你自身有问题了 就该接受媒体的监督 去积极改正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应该想着去花点钱摆评问题 给了这样一个人一个可乘之计 我很想知道他都编造了哪些虚假的新闻 不少呢 比如说蓄意制造传播 衡阳市石谷区政府 请200多名黑社会强拆民居 还有长沙香雅医院 出动了80多名保安对死者家属为殴 还有什么湖南横东交警打人 遭千人围堵先翻警车 各种谣言 不是那个交警打人 那个围堵的新闻 好像我听过 原来是他编的 对 本来其实就不存在交警打人的事 只是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处理 结果被他造谣之后 对当事交警的工作和生活 产生了很大影响 太可恨了 我奉劝那些还在网上造谣的人们 你们赶紧停手 对吧 你四处造谣 连我的谣都造我 不要再颠倒黑白 胡编乱造 也不要想着通过这些谣言 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造完羊 你勾五百块钱 我给你删贴 都这样的 这条路行不通了以后 没错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 永远也成不了真的 谣言总有被识破的一天 好 说点下 说一点轻松的话题 好吧 好吧